現在來到這裡 它是做拉丁美食好不好 它就是南美洲 有墨西哥 阿根廷 哥倫比亞 這些國家 然後去南美洲 去收集一些就是拉丁美食 然後把它帶回台灣這樣來做 很特別 很特別 進去看看吧 好 來... 你好 老闆娘 好棒喔 聽說這是拉丁式的料理是不是 對... 中南美洲那邊的料理 他們吃到還滿重玉米的 但是在每一個國家 當然都是會有他們的特色 我們的招牌是哥倫比亞運命病 它叫做阿雷巴 阿雷巴是西班牙文 然後我的前任是哥倫比亞文 我自己說我們哥哥不敢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無所謂 渣男的西班牙文叫什麼 沒有... 帥男生 那我們就來拉丁美食 拉丁一下 是 可是... 現在... 要... 要... 歡迎 這個他們能介紹一下嗎 這個是阿勒坡 是哥倫比亞跟委內瑞拉 然後他們特有的街頭美食 它就是菜單上面的玉米餅 因為也不知道要怎麼翻譯 所以我就直接翻它玉米餅 這個它叫做布妮羅斯 它是在哥倫比亞那邊 很常見到一個小點心 好 有點像我們地瓜球那種 對 就是有這種概念 裡面是地瓜嗎 不是 布妮羅斯 いただきます 好搭耶 這邊就聞到起司的濃厚的香氣 口感是很像雞蛋糕 咬一咬就會慢慢上放起司的乾氣 好酷喔 好神奇喔 我懂你說像蛋糕 可是它好像又比蛋糕更扎實 像是被壓得很緊實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它的鹹香味 是很像混雜著奶油 就它的起司是感覺 可以做成有點甜的 有點像奶油芝士那種 帶一點點酸甜的感覺 好酷 但是它也真的是一個東西 好吃 喜歡 對 喜歡 因為你比塔塔醬炸魚 乍看之下 真的好像蠻古堡的麵包喔 可以啦 吃個好吃的 比漢堡還好吃的感覺 因為裡面的料 炸魚跟塔塔醬都是搭配起來 很像雪魚堡的那種味道 但是麵包變成玉米餅的時候 多了一個香氣 很好吃的 前面就是鮮魚堡 對 然後待會兒 把一根玉米直接塞進去 可是來的這是這麼直接耶 他說哇 是玉米這樣 而且你有發現嗎 我先給我把它放在那裡 沒有啦 沒有要分給我們的一集 你不要分給我們喔 它弄了酸黃花醬 然後讓它本身玉米的香味 就很明顯 然後連那個魚 它好像更新鮮了 我覺得其實可以開一個 連鎖電視儀這樣的就是 專門賣這個 對... 捲餅 它也是墨西哥辣牛肉 我覺得這個一定好吃 捲餅 好好吃喔 這個是給你一個辣 給你一個牛油的那個香 而且看它筆是 這一隻是變成軟QQ的 很好吃而且裡面的肉好香喔 就是用墨西哥辣椒弄的 去炒那個肉 超香 來 我吃囉 還有兩千 這又不弄下去 這又不弄下去 老一人的時間有生腿 你等一下就不要 這很好吃 但有一點像咬到 豆醬煮鷹水豆 就像是肉末 然後有一種就是 像咬到馬鈴薯那種 他怎麼說 他剛剛那有那麼大塊吃完耶 好好吃 好好吃 因為它有帶酸跟辣 而且是墨西哥辣椒的那種酸 然後感覺應該有加那種 墨西哥辣椒粉一起去拌炒 然後它的肉其實不是給你 走的那種油超多的類型 可是它吃起來就是好刷嘴 你其實不太像咬到肉 我覺得真的很像咬到鷹嘴豆泥的感覺 沒有 聽起來 聽起來是很像吃到無論 你 好啦 你冷靜一點 你不要餵它吃到你 等一下 胃又痛了 好辣 好辣 得了一個豹食餐的 阿根廷餡餅 打開 阿根廷餡餅 好香喔 但它切開來 感覺真的是那種酥酥脆脆的 切面耶 這個聲音 這好好吃喔 它的餡很像台灣的水餃 有一點那種高益菜的香 然後去把那個剝成肉絲 可是在把它拍成肉泥的感覺 可是它的皮也很像派皮耶 就是它是有酥酥的 可是中間的那一層 它留一點點厚度是有一點Q的 我反而裡面最喜歡這個耶 你最喜歡這個 真的喔 它真的有點配置我們的可煎包 不就像說我們可煎餅 高益菜的甜味那麼明顯 它反而是肉汁的鮮味比較多 然後就搭配外面的餅皮 我覺得還好好吃喔 我真的很喜歡吃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而且還好好吃喔 讚... 謝謝我 鳳爺 還好吧 可以... 你真的怎麼吃光光耶 真的啊 真的很好吃耶 好好吃喔 真的 真的喔 我感覺很不看我的菜 我本來就蠻喜歡吃這種 南美多流